大家好,2020年11月12日,第七部视频 拜登与菅义伟通了电话 在电话中,菅义伟祝贺拜登取得总统选举的成功 并明确认为拜登是下一届美国总统 菅义伟指出,日美同盟对于愈发严峻的日本和周边地区和平与安定,不可缺手 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地区等等等等 希望继续加强与美国合作 最最重要的是菅义伟在和拜登的会谈电话交流之中 拜登首先提出并明确认为 钓鱼岛及周边海域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 美国会帮助日本保卫钓鱼岛 也就是说是变相承认钓鱼岛归属属于日本 其他他们还聊了一些像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冠状病毒,防治等等 希望双方能够在1月20号,拜登就任之后 菅义伟会尽早实现访美,与拜登进行面对面的会谈 这则新闻还是比较重要的 一个是继续日本对拜登当选美国总统 美国大选的这种形式的认可 再一个就是菅义伟从拜登得到明确消息 拜登认可钓鱼岛归属于日本 并且美国愿意协防日本钓鱼岛 我们不说这个钓鱼岛乃至这个冲绳群岛 到底这个归属问题 这个由国际法理来进行认可 当然这个是有一定争议的 我们只说这个事情表明了什么 表明了那些认为拜登与中共进行勾兑 这种言论是多么的荒谬 认为民主党上台一定是采取一种妥协的姿态 是多么的幼稚 拜登这次通话很明确 比川普对中国还要强硬 这符合我们原来给大家聊天的时候 我们一起交流的时候那种看法 就是美国无论是从民间到政府 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已经转向 都采取对中共的一种打压 卸制厌恶的这么一种姿态和态度 以后中共不会有什么好日子可过 甚至某种意义上来讲 拜登上台是中共所更不愿意看到的 因为拜登是一名老政客 他能更加团结全球各政府的力量 来卸制中共 而川普呢 更像一个毛头小伙 是比较好骗 比较好对付的 好了 拜拜